士兵點起紅色煙霧 代表遭到轟炸 接著消防車出動滅火 消防車噴灑水柱 救護車抵達定位待命 一旁消防人員拉水線加入管救 紅色塗裝的黑鷹直升機 落地模擬敵軍士兵攻擊據點 敵軍部隊成攻擊隊型朝據點逼近 不過我方直升機趕到取離敵軍 接著地面部隊反擊見面 在據點升上國旗 國軍漢光演習將在二十四號到二十八號進行 軍方人士證實今年首度在桃園機場 進行反空機降操演 空域管制時間從早上九點三十分到十點十分 機場公司回應指出空域管制時間約為四十分鐘 有和各家航空公司協調調度 在不影響旅客行程出境時間前提下 將演習的影響降到最低 多數航空公司配合演習採取對應的應變措施 避免影響旅客 記者 劉志展 李宗哲 桃園 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哲 桃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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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rese 見てください